洞穴里苦成九天后 这群泰国少年足球队员 终于迎来了希望 上个月23号 这群少年练完球后 跟着教练到洞穴探险 没想到一阵好雨后 就此受困积水的洞穴里 被发现时 几乎个个都快瘦成皮包骨 但13个人还能笑着报平安 让前来救援的上千名救难人员 也深感真的是奇迹发生 只是找到人后 真正困难的救援 才正要展开 洞穴又深又长 怎么救救难人员绞尽脑汁 选择却少之又少 方法一 让孩子们短时间内 学会潜水 自己游出来 但要潜入超过 两公里长的漆黑洞穴 有些地形 甚至狭窄到 连氧气筒都无法通过 更别说 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游泳 方法二 从洞穴上方找寻可能通道 让孩子们神吊出去 或是从外面找孔 但担心可能造成洞穴崩塌 难度同样很高 最坏的下下侧是被足粮食 让孩子们在洞里等雨季结束 再照原路走出来 但照孩子们的身心状况 再等四个月 能撑得住吗 目前救难人员 只能继续灌氧气进入洞穴 并提供具有高热量的宠物营养膏 给孩子们补充体力 同时架设通讯系统 让孩子能和父母联系 这场绝地救援如何平安落幕 给了救难人员极大考验 小的新闻 问不到